中央设计者耶稣平台北九日电 布老骑士团环保第九天 今天途经总统府 总统蔡英文特地抽空与布老骑士们合影留念 蔡总统看到前轮有两个轮子的机车 好奇的视作 他并透露 其实自己不会骑机车 红道老人基金会举办的布老骑士活动 至今已迈入第十年 今年布老骑士团 自11月1日起 从布老骑士发源地台中市出发 以逆时针方向前进各县市 根据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提供的资料 这行共有26名布老骑士参与 平均年龄75岁 最高087岁 加总年纪超过2081岁 11日车队完成1250公里的旅程后 将在台中州厅达阵 而此地也是十年前第一代布老骑士的出发 于达政治地 回到梦想发源之处意义非凡 布老骑士团环保第九天 今天途经总统府 蔡总统特地抽空与布老骑士们合影留念 并与骑士们话家长 听骑士们分享环保心得 以实际行动为之群追梦的长者加油打气 肯定他们勇敢逐梦的布老精神 蔡总统看到有些长者的机车 是双前轮的机车 好奇丹强 是做 他还主动比出赞 要求摄影 记者拍一张吧 蔡总统还套路 其实自己不会骑机车 布老骑士团五间 在总统府交易厅用餐 用餐后继续挑战环保路程 1061109